精英奖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迪丽热巴拿下了当晚第一个重量级大奖,其最受观众欢迎女演员奖,而前,被迪丽热巴打败的对手全都是实力派,杨子,孙丽,燕桃,刘涛,包括我的前半生的源泉,各个实力不服。 也因此,迪丽热巴遭到了网友的猛烈寻抄,有网友留言表示,竟然好意思上去领奖,杨子,孙丽,燕桃,刘涛哪一个不比迪丽热巴强? 更有网友晒出迪丽热巴获奖的作品《李慧珍》,该作品翻拍自韩国家作,但豆瓣评分只有可怜的4.6。 不少网友认为让这么低劣的聚集获奖,简直就是对金英奖的侮辱,更有网友认为金英奖太水了,而最惨的应该是杨子了,之间一直是大热门,可惜,金英女神没有分,大奖也没有分,本思纷纷表示心疼杨子,而杨子在台上好像也有一丝没有得奖的遗憾和落寞感。 说实话,乱演技,迪丽热巴真的还有些闷,孙丽还是电视剧女王,各大奖项拿到手软,但到了金英奖竟然不灵了,燕桃是公认的演技派,刘涛实力也不俗,杨子这几年演技进步很快,也是如目共睹的。 但,金英奖是观众投票产生的,本思量决定获奖的可能性有多大,就好像电影的百花奖一样,它不是专业的演技奖项。 鸡毛飞上天让张艺和金桃获得了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和女主角大奖。 此次,张艺再度获得了金英奖最受欢迎男演员,而樱桃却败给了迪丽热巴,难怪有网友会觉得金英奖太水了。 孙力也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提名,作品是《那年花开乐证源》,第二十九届中国电视金英奖提名男女演员名单。 提名男演员的包括,于何伟、孙美明、李一峰、何冰、张艺、张嘉义、柳云龙和侯祥岭。 最终获奖,张艺、李一峰、提名女演员的包括,丁六元、刘涛、孙力、杨子、圆全、燕桃。 看青子和迪丽热巴,最终获奖,迪丽热巴,丁六元,金英奖最终获奖名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